好 欸 年輕一代也出現 還好 好吧 這個 我們看我們的時間是七點半 看起來大家都依我們的書店的那個時間 早知道我在往前看 那個今天很高興 其實是我們從網路知道這本書的出版 那一開始是這個洪珍 寫簡訊說可不可以來這裡寄賣 那時候是去年十二月的事情 我就想說剛好在排書店一月份的活動 那天使看不見 大家可以桌上拿來歡樂 如果你喜歡那個藏文的也可以 那我想書店關心著這個西藏的議題 也舉辦了很多場這樣 那面對最近的西藏 一直有很多人用激烈的方式 包括制魂或者很多人抗爭 那我想這個都是很值得在台灣應該去關切 那我想今天由我們的作者 這個折臉雜悉 他應該會有很詳細的分享 那當然我們這本書的一起出版的夥伴 也會這個洪珍也會來做一些鼓衝 那我們折臉雜悉會 他的中文很出意外的這個 算是我們目前辦過的講座裡面 西藏議題裡面的西藏 來自西藏的這些藏人 裡面算不用特別用翻譯的 那我想這個也是我們今天很幸福的 如果談書店國際話 那我想今天算國際的一場做談會 那這個是本書店的榮幸這樣 那過去其實我們桌上也有放了幾本書 過去我們在談西藏的議題的書 都不是講歷史 就是講過去被破壞的歷史 其實都滿艱深也滿嚴肅 那今天不錯 今天這一本書其實站在小朋友的角度 來讀這本書 我想是一個很特殊很特殊的一個開始 當然這個開始也有一個坎坷 台灣其實有至少我知道就有100多對的家庭 他不是另一半可能是先生是藏人 要不然就是他的另一半的女性是藏人 他們不管男或女 他們每六個月就要去流亡政府那邊 重新辦簽證再來台灣一次 所以他們意思就是不被台灣政府認同 他們是台灣人 或者另一半應該要另外一個居留權 那台灣像去年最嚴重的問題是打LINE要來台灣 可是我們不敢接受他 這個也是台灣另外一個吊軌的政治 所以2013新希望是打LINE可以來台灣 2013我們期待西藏的議題可以跟北世界跟練同 那面對西藏的議題在台灣 我想台灣還有一個就是這些外配 也會很多 可是來自台灣的這些母國的這些子民們 他們用什麼時候會為他們 比如像在越南或在印尼 他們用什麼時候會自己出一本會本 這裡就要做下來了 因為螢幕螢幕 地板都可以做 地板會秀也可以做 好 那這個是 好 時間拖遠過久了 我想是不是我們來 因為他們要趕高鐵 特別從台北下來 其實也很辛苦這樣 那我們是不是一個掌聲就邀請 一開始就要先畫個影片嗎 對 那就一個 一開始就先 教給我 然後就 喔 好 我就一念 水 那可以先學一下嗎 這個是水 水 好 等我一下喔 各位朋友們 我真的非常的開心 今天要能夠這樣的一個機會 對我來說是一個殊勝的機會 真的珍惜的一個機會 我並不覺得我是一個特別的人物 所以來看 就是你們來看我什麼的 不是的 只是我有一些特別的經驗 那我的人至少是屬於我自己的一個人身 每個人都會有一些不共同的存在 所以就是我可以能夠分享我自己的人身 那透過我的人身 也希望能夠看到西藏的歷史文化宗教的意味 那這個上面就希望大家也有多少個一個收穫 所以就這都是我們今天能夠在一起去會的最大的意義 所以我非常開心 所以先就是用西藏的最大的最特別的最重要的一個文符叫 所以我用這四個字來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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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如意的意思喔 那你好的意思 就是龍吼 那接下來呢 那接下來呢我們先放一下 最後一個小朋友的一首一首歌 那放完這首歌之後 我們可以開始就進入今天的故事 再次讓我看一首歌 那我看一首歌 OK 你再次看一首歌 我看一首歌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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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不要放大好不好 直接這樣 要不要放棄可動 還是我覺得 女孩的肥皂是大 嗯 啊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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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請 請 新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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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非常崇拜达里兰玛尊专 更特别是 他是草原的一个小孩子 他是大自然的儿子 再加上 他的人生当中 也有很多 我们无法想象的悲剧发生过 他唱之入歌的时候 他才是满舍而水的一个小孩子 这是真实的 但是他从小的时候 离开了自己的妈妈 然后再加上爸爸也住之后舍了 可是他用那个自然的歌声来取代 然后也算是一个基因 就想念妈妈的时候 他用他的身影来追随妈妈的爱 然后就是表达他内心的 就是怎么说 就是那个喜怒安乐吧 这样的人的生活 那更何况是就是他的特别的那些 岁月里的那个 我们无法形容的那个 离开妈妈的那个痛苦 但是呢 换句话来说的话 因为他有一个不同的那个北京的关系 他也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他是内蒙古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 属于中国大陆的这些一个类 但是呢 他叫做超级吴大木 那个小朋友的名字叫吴大木 他叫做超级吴大木 所以他变成这样的一个大人物 但是这个大人物跟我们的故事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的 对妈妈的相爱 嗯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那个吴大木 对妈妈的爱 那我这个故事里面也是一个小朋友 其实半那个吴大木 跟那个故事里面的人物 没有完全一样的 可是呢 也是一个超级吴大木 的一个小朋友 那他的名字叫做崭熙 那我们第一次那个办发表会之前 就是新宿发表会之前 我们有一些专门的那个主持人 那他们那个主持人说 啊 那个 嗯 嗯 天使看不见 那他的藏文的那个名字叫做 那个书名叫做 小扎熙 漫游天堂 那这个小扎熙 漫游天堂 是不是你本身的自己的故事 我说 不是 可是 恰恰好 非常相似我的故事 这个故事 跟我本人的故事之间 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 是不是我模仿 是不是我故意的 也不是 但是我至少 我是一个作者 所以我要表现的是 属于我自己的一个记忆 我知道的 这样才都会被 都会那个拼人的 要不然我就是写西方的文化 什么的话 一些大话 国际的什么的话 然后我的毕竟就是这样的 所以一定是我的说法 就是 对你们不会有帮助 不会有感觉 所以呢 我的最好的选择 最合理的选择 是什么呢 就是 我的从小到大 那个 我自己背景的一个故事 分享给大家 所以呢 就是 因为我后来 才希望这个故事 就是原本这个故事的中文是 那个 我们的黄金世界他的 那这个专 原来我是 翻译工作的 我的工作是翻译的 翻译成章文的 后来呢 他呢 他也希望就是 我可以难过一些 那些毕竟是西藏的小孩子嘛 所以改变的部分 可以改变 然后我出了一些 提出一些我的想法 然后就是 好那这样的话 你重新你的方式去写 所以我就重新写 那写完之后呢 那写中文的部分 也大部分是用 我的那个 掌纹的原稿 按照这个掌纹来 就是重新盖 所以呢 原来的一个翻译的工作 后来我变成周知 是一个严并 很特别的一个因缘 所以呢 我写这个故事 写完之后 我才发现 我那边写到的 完全是那个 妈妈的教师写 没写到爸爸 那我是一个单亲子 的一个孩子 然后就是 我从小时候 其实是我们的 部落里面的 很多年纪都说 再让他去很听妈妈话 很听妈妈话 这是可能是 我的个性的一些 像天的个性有关系的 不是什么教育的关系 然后呢 就是刚好 我这里面写的时候 也是非常孝顺的一个 小孩子 我不是说 我是很孝顺 但是 我腔调的地区 是孝顺 有一个重要性 那后来呢 就是 而且他追求了一个 梦想的 梦中的一个天使 那个藏文 藏文上 藏文上我们有些天使 南彬塔摩 就是天上的仙女 因为其实天使 这个字不是西藏的 原来的一个文化里面的字 所以我要天上的仙女 天上的仙女呢 实际上就是 我们西藏的话 就是用度母来可以形容 度母可以就是形容 西藏的性母当中 一个叫绿度母 白度母的这个度母 就是我们的真正的 那小孩子冲下 达到一个就是向往 就是非常就是 渴望 就是或者非常就是 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那个度母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藏着一个 尤其是妈妈 常常就是说故事的那个印象 他觉得 我真的看到那个度母 那个天上的仙女的话呢 我如远就是一场所有的 我的心愿都可以达得到 他有这个想法 因为这个概念 就是从妈妈转下来的 然后就是他一直祈祷 一直祈祷 后来呢 他真的就是有一点发现了 看到了 相见了那个天使 那个天上的仙女 可是那个藏文的那个结束的时候呢 他想见了之后呢 结束的部分是 我就 我们继续可以看下去 现在我就是 整真的 我们可以开始 好 那 其实这里有一个三个阶段 没关系 我们可以做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西藏的品地 因为我希望你们就是以后就是会看那个天使开不见的树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一个故事的跟故事的背后的真摄的故事 一定要 一定要 合力的要那个什么的相遇 要 要 刚好就是要 就是可以就是复合的 这样的话呢 因为我现在是西藏的田地 然后就是 尤其是你们没有去过西藏的人来说的话呢 看到那个天使看不见 然后就是想到 哦 西藏原来是 跟那个太阳最近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画面出来的时候呢 我希望你们有更清楚的一个画面 所以就是我特别安排 这是西藏的地 辽阔无边的草原 这个画都是自然的 不是种下去的 不是有人专门要交税啊 什么什么的 所以呢 其实我现在要强调一下 我今天来这里 不是传法的 真的 不是传法的 我不管是你们姓什么叫 都无所谓 也不是我要来抗一种共产党的 不是的 这个要很清楚 也不是要拿到共产党 不是这样的 我这个单纯是要讲我的故事 但是呢 我还是非常就是 佩服 非常感谢你们 对西藏的那些 呃 关心 支持 那 这个关心的支持 是不是 就是地人跟什么一个亲人之间的一个 单纯的一个仇恨 或者很一个这样的一个 茫然的一个反应 我不希望不是这样的 我希望不是这样的 我不希望是这样的一个 那是什么呢 你们真正地了解了西藏的天地 真正地了解了西藏的文化 真正地了解了西藏的宗教 那就是啊 西藏的文化 宗教 民族 信仰这些 它是值得生存下去 那个地球 那个人类 好像是有必要性的一个东西的话 会有一些珍惜的感觉 那就是 野者而来的 就是有一个同情感 那就是有个性当初来就是支持 这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不知道很 就是激烈的什么 你与他什么什么 就是透过这个故事 就是进一步的了解西藏的文化 宗教 信仰 对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就是今天先要讲的是 就是西藏的地 辽阔屋边的草地 什么叫辽阔屋边 就是这个 OK OK